随着歌声进入故事 在跟着舞蹈转换心情 李安导演的经典作品喜艳 改编成全新的音乐剧 手动曝光排练画面 熟悉的歌声就是知名歌手颜依格 又唱又跳让人目不转睛 而她将诠释与前男友假结婚的戏码 甚至还意外怀孕 喜艳也是我在台湾演的第一部音乐剧 我是一个事业心蛮强的女生 那如果突然间有一天可能 另一半说还是我们结婚生小孩吧 那我要怎么面对 所以这部剧就是边演也自己在边消化 剧情描述男主角高伟同与同性伴侣稳定交往 面对父母的催婚她不敢说出实情 因此与女主角颜依格假结婚 演变成一场冲突满满的婚宴 如何以情情化解危机 让饰演爸妈的资深艺人 罗贝安与苗可丽边演边哭 我们对这场戏排了三次 第一次她哭了 我说好好第一次 第二次 可丽你怎么还哭了 好我们再排一次 第三次哭得更凶 我说可丽你怎么了 就很感动我说不上来 可能现在有年纪了 你更能够去感受到很多东西 当下你是需要珍惜的 团队串联台湾美国间的音乐人才 两位男主角可是大有来头 都是百老汇的明星 像是麦特主演过《悲惩世界》 梁厚泰则在音乐剧《阿拉丁》中 饰演男主角 这场戏是非常有趣的 第二次我会让Telly谈谈谈 但这场戏是非常有关爱的 我们两个人是 Broadway演唱员 我们这场戏是很棒的 文化交易 但我认为这场戏很棒 是这场戏是关于 承认 和家庭的想法 可以看起来很多不同的东西 李安给全世界的礼物 所以现在能带回来台湾 真的是这部剧的根 然后所以真的很期待 这一次带很多外国的朋友 跟我一起创作 由台裔百老汇明星 杨诚伟领军 筹备超过一年半 全新编写超过30种原创歌曲 以新世代的视角 重现李安的经典作品 5月24号将正式在台北修演 9月将仪式高雄再去辉煌 女士清风六时颜凯 台北财风报道